在春秋时期的楚国 吴子虚正处在一个前有大江拦路 后有追兵的极度危险的情况 这时恰好有一个渔夫架着一夜偏周在江面捕鱼 吴子虚请渔夫将自己摆渡过江之后 送了渔夫一把宝剑 可是渔夫接过宝剑之后却自吻而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吴子虚的家族在楚国受到了迫害 而他的家族只剩下了他自己一人 于是他准备去吴避难 同时希望在吴国继续实力以期复仇 可是正在逃亡吴国的过程中 他的行踪被当时楚国的君主楚平王发现 然后楚平王派出部队追杀吴子虚 吴子虚十分惊慌 昼夜逃亡 在其中的一天 刚走了一晚上的夜路 等到天色微亮 他惊恐地发现前方居然有一条 将横跟在他面前 如果是平时 那他就只需在江边等着渡船经过 然后出前叫船家带他过江便时 可是当时他的身后就是楚王派来的追兵 他动作稍慢一步便会死无全尸 这已经到了千军一发的地步了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 吴子虚惊奇地发现江面正有一个渔夫架着一夜偏舟在江面捕鱼 这可如落水的人抓到绳子一样 吴子虚立马用尽全身力气呼叫渔夫 江面虽宽广 吴子虚的声音还是传到了渔夫耳边 渔夫看有人要过江 便把船划到了吴子虚身边 而船还没停稳 吴子虚便三步并坐两步跳到了船上 并催促渔夫赶紧过江 等过江后 渔夫留下了吴子虚 拿出船上的食物请吴子虚吃一顿 而吴子虚看将对面的储君一时半会过不来 便同意了这个邀请 在吃饭时 吴子虚久过三巡 嘴巴也松了起来 就透露了自己的来历 惨遭陷害 原来 吴子虚的父亲吴舍是楚平王历的继承人太子健的老师 有一次 太子健和楚平王的宠臣费无忌起了矛盾 费无忌心想太子健即位肯定没自己好果子吃 于是坏人做到底 陷害了太子健 而吴舍一家也受到了牵连 费无忌害怕吴舍的儿子以后找自己寻仇 便建议楚平王以吴舍为诱儿 把吴舍的两个儿子吴上和吴子虚骗来都城杀掉 这两个人是何等聪明 不费摧毁之力就想到了楚王的阴谋 吴子虚便建议哥哥和自己一起逃亡 来日再寻求机会复仇 吴上却拒绝了这个建议 吴上说道 如果儿子不去救自己的父亲 便是不孝 会受到天下人的耻笑 于是吴上便决定去都城 而让自己的弟弟吴子虚逃亡 果不其然 吴上一回到都城 楚王便把他和他的父亲吴舍一起杀掉 而吴子虚无处逃离 正当他焦急如焚之际 他突然得知太子健在宋国 便跟随太子健到了宋国 而在之后 他们又辗转到了郑国 在郑国时 太子健急需得到力量 让自己打回楚国 报自己的仇 于是便和晋国的一个大夫 一起谋划颠覆郑国 可是在计划实行之前 便被郑公发现 就这样 太子健被杀 太子健被杀之后 吴子虚便带着太子健的儿子逃离郑国 在深思熟虑之后 吴子虚决定逃亡当时 和楚国不对付的吴国 而从郑国到吴国 中间势必要经过楚国 不幸的是 在吴子虚借到楚国的时候 身份暴露 便被楚王派来的追兵一路追杀 之后就是上文的那一幕 于夫自问 吴子虚和于夫这顿饭吃得十分尽兴 但是追兵仍在后方 吴子虚也不得不离开赶路 在路上 吴子虚被冷风一吹 逐渐清醒过来 他突然想到 如果渔夫把自己的行踪透露给储君 自己一双腿肯定抵不上训练有素的储君 被抓住杀掉也是迟早的事 于是吴子虚便转了回去 当吴子虚看到渔夫后 便取下挂在自己腰间的剑 并要把剑送给渔夫 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 这把剑叫龙泉剑 是春秋时期越国驻剑大师欧爷子所著 欧爷子相信大家很熟悉了 他曾铸造过战炉 巨鹊等名剑 可见吴子虚的这把龙泉剑是十分贵重的宝物了 而于夫一回头 看到吴子虚正把手中的宝剑递给自己 而于夫也是聪明之人 顿时明白了吴子虚给自己送剑的意思 于夫接过宝剑 叹息一声 说道 我搭救你是因为你是中良之后 并且受到奸人陷害 既然你如此不信任我 那我只好用这把剑来证明我的品德了 说罢便抽出宝剑 干净利落地把剑刃滑向自己的脖子 而吴子虚阻拦不及 于夫便自吻而死了 而吴子虚见此惨状 心里悔恨不已 但碍于追兵在后 便只能曹操掩埋渔夫 继续逃亡 在之后 吴子虚当上了吴国的相国 他带领吴国的军队成功攻破了楚国 而当时楚平王已经死去 于是吴子虚便派人挖出楚平王的尸骨 自己用鞭子亲自抽了楚平王的尸骨 整整七十二鞭 之后大哭一场 这时 吴子虚的大仇终于得报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 人们对自己的名誉十分看重 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 那时的四大刺客 都是用自己生命来报答对自己有恩的恩人 而于夫虽然不像吴子虚和废无忌这种人 有着高贵的出身 但是却十分重视名誉 当吴子虚不信任自己 并且取下他自己的配件来贿赂自己时 于夫的选择不是接下配件 选择保守秘密 或者把吴子虚的行踪告诉储君两头得利 而是抽出保健 以建认对准自己 用自己的生命做保证 来向吴子虚证明自己会保守秘密 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名誉和尊严 而这样的品质 也随着那个时代的远去而逐渐消亡了 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管中窥报 从而看到当时那个时代的一点点遗风了 这个结局做梦也不曾想到 他仰天长叹 奸臣作乱 大王反而杀我 我使你父亲称霸诸侯 在你还未立为太子时 几位公子都纷纷争立 我与先王拼死尽严 才立你为太子 你也曾答应将吴国分一半给我 但我何有这种奢望 想不到你听信谗言竟然要杀害长辈 从这段话中看出了他的无奈 也暴露了他的动机却也不纯 起码心里是念念不忘 都说人知将死其言也善 而吴子虚临死的交代再次让人大跌眼镜 他交代家人待他死后将他眼睛弯出来挂在城东门楼上 他要看着越国是怎样灭掉吴国的 虽然是气话 更能看出其品行的不端 被世人唾弃为不易 以至于气的吴王用痴仪草裹着他的尸体 抛弃于乾塘江中 其下场可悲至极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所言其中 不过几年功赴越国还真的灭了吴国复查北桌 此时的吴王后悔莫及 恨自己不该不听吴子虚的建议 才筑成如今之大错 尽管岳王勾剑念他当年不杀之恩 也赏他一块地方让他遗养天年 可他不愿受辱便举荐自尽 临死之前还不忘蒙上眼睛 据说如此则是在阴间休于见到吴子虚 吴子虚振兴吴国的功绩和为国执剑的精神 受到百姓的尊敬 他最后的悲惨遭遇也深得人们同情 在他被夫插刺死头江后 吴国人愤愤不平 在江边建立祠堂 永久地纪念吴子虚 吴国人纪念吴子虚是因为他勤劳国事 静忠执剑 无过而诛 其行为皆出于一片制成之心 从这个意义出发 我们肯定吴子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地位和不朽功绩